今天要討論的話題 話說路透社最新是一篇偵緝報道 它的標題是 How Murder, Kidnappings and Miscalculations of Hong Kong's Revolt 即是謀殺、綁架和錯誤計算如何觸發香港的抗爭 根據這篇報道 他們收到消息 說真正的《逃犯條例》修訂的推手其實就是中紀委 為什麼呢? 說中紀委原來在2017年已經想落實《送中條例》 但當時一直沒有搞到 報道引述兩名北京知情官員說 2017年1月27日 習近平的反貪行動觸及到香港 因為中紀委的調查目標 趙建華就是中共在香港的白手套 在香港那裡 當日早上 他就在四季酒店被人蒙頭之後 再用這個輪椅來運走 當時不少人都認為 這宗綁架是由大陸的特工所做的 就要送趙建華回大陸進行調查 兩名北京知情官員跟路透社說 由於沒有依法的方式向他埋手 中紀委同年就開始向負責香港事務的內地官員 提出引渡安排的迫切需要 因為中紀委希望有一種 比香港綁架大陸更加不會具有政治破壞力的方法 這個報道有提到 2013年的時候 香港商人潘惠希夫婦 因為涉及行賄被強行 老酒回廣州禁錮和判監 以及銅鑼灣書店有五個人被失蹤的事件 就說 港府官員在16年5月的時候 曾經跟北京討論正式的引渡程序 但北京不願意接受在人權和法律方面作出保障 最後雙方未能達成任何引渡協議 有一名中國高級官員跟路透社說 引渡法將會對中國有利 可以消除在香港進行綁架或其他巨爭議法外行為的必要 陳同佳事件正正為中港引渡提供了新契機 負責香港事務的中共官員向香港政府表達過 通過引渡安排的需要 甚至林鄭後來見到反對聲音太大 一度想提出修例的時候 也被中共高層拒絕 路透社的消息說了這麼多 但是大家可以看看蛛絲馬跡 如果大家記得 今年3月時池山寺開幕 當時誠哥站在林鄭和王志民主任中間 他想促成兩位人兄握手 但當時大家知道林鄭拒絕和王主任握手 看得出他們明顯有點不和 這不是偶然的巧合 很明顯當時已經如火如土 因為準備推出送中條例 到後期的時候 路透社爆出一段錄音 就是林鄭自己在午餐會上被人偷錄 聲稱被人偷錄 不知道誰放出來 還是他自己通過一些渠道 我就不猜測了 反正路透社的錄音說 是他自己說的 他說如果有選擇的話 第一時間就會選擇辭職 這個我相信是對於他自己本人的保障 即是說這件事其實不是他提倡 但即使是誰來做真正幕後推手 這是共犯所有有份推行這條條例 包括林鄭的政府 以及建制派的議員 全部人都是具有責任 因為香港目前的情況 已經比起六月初的時候走得很遠 大家想想有多少年青人 已經回不了頭 有些人已經犧牲了他的姓名 有些人犧牲了他的前途 有些人浪跡天涯 去到海外回不了香港 有些人就等待審判 整個情況已經走得很遠 即使這個真正推手是中紀委 不是林鄭也好 林鄭其實也是有責任的 所以這件事是不能推卸的 不過現在說出來 只不過是原來這件事的真正推手 以及為何要推卸這個條例的原因 原來就是跟中共在香港的白手套事 這件事其實我們半年前都說過了 但當時當然是我們自己的揣測 這個就是路透社的版本 到底是堅定留 大家自行去判斷一下 接著就看看益友的意見 有位益友說這是777的政治任務 不奇怪 這件事簡直就是 但當時大家想回頭 在3月的時候 他很明顯不想接受這個政治任務 即在3月的時候 否則你想不到有任何一個原因 就是他不肯和王志民主任握手 而且大家如果還記得 有一次他去了海南島 參加一個論壇 我沒有記錯的話 反正他出了外訪 但他選擇在當地逗留多一天 他就沒有回來香港 當時香港發生甚麼事 就是王志民主任去到政府總部 開了一個宣講會 他是故意在外地不回香港 但當時他沒有任何官職訪問在身 他是在那裡逗留 擺明就是不給王主任 當時這些蛛絲馬跡 到底是否正就反映 他是不願意接受這個政治任務 那就不得而知 反正到後來他也是選擇了歸向北京 因為他自己也說過 在錄音上他自己說 用英語 就說其實做行政長官 有兩個老闆 兩個服務的對長 一個就是北京 一個就是香港人 但很明顯 從他過去半年的行徑 大家可以看到 他始終來說 都是要屈服在北京之下 如果當北京和香港人民出現了利益的衝突和矛盾的時候 他便選擇站在北京那邊 所以即使他過往怎樣有什麼蛛絲馬跡都好 其實都已經成為過去了 他依然是一個無可推卸的責任 尤其是過去半年發生了那麼多事 死傷了那麼多人 你說他作為一個地方的行政首長 怎麼會沒有責任呢 他絕對是一個 值得被制裁的人物 所以我要攬炒的團隊 就已經是製作了一份制裁名單 所以他便排首位 是很正常的 有一個益友就說 神區其實你的直播一兩點 很多人都睡覺了 直播有互動很好看 其實就可以考慮直播提前 或者就把直播的視頻上傳 那我們就是嘗試 就是看一下 下次我們在community發表一個公投 大家可以投票的 我會放三個開始的時間 給大家決定 分別就是禮拜六的8點、9點和10點 到期時大家就可以進行一個投票了 我會尊重大家的意見 如果大家想幾點做 我也是會照公投的結果來進行 另外還有一個消息 我們那個節目的人數 已經去到8萬8千個億有訂閱 很快就上到9萬 還有2千人 不知道連尾上不上到 現在經營很艱苦 但是如果上到9萬人的話 我就會開始拍攝一些新的節目 我會首先買一台GoPro的攝錄機 有什麼作用呢 就是拍攝一些香港隱世的遺跡 那些也是作為香港本土歷史的一部分 值得跟大家說的 至於那些地點 其實我自己之前已經去過了 因為我之前要做一些學術的研究 我自己去過 不是自己去過 是跟朋友去過 反正我去過這些地方 不是我沒去過 沒去過我找不到那些 我就不會去猛中中的去 也不敢介紹給大家聽 事實上是有的地方的 上一次介紹過 之後我就買一下關子 不跟大家說 那些地點 反正都是一些會令大家看完 都會有一點點覺得驚訝 因為香港竟然是有這些東西的 其實我們香港的歷史 真的非常之悠長 很多人就不知道 因為我本來也不知道 因為香港 你知道他們經常說 讀歷史科 你讀歷史科 主要是讀中國的歷史 那就不會讀到香港的歷史 香港的歷史 其實還有幾千年的 可以追溯到幾千年前 但是 當然不會有一個 像中國那樣 有一個所謂的自亂興衰史 因為中國的偏年史 即是歷史的體系 是非常完整的 自從有史記以來 歷朝歷代 他都會有一個所謂的官修歷史 這件事就是全世界都沒有 只有他有 當然 後期 韓國、日本、越南有訪校 但是他都做不足 他是不足 其實這三個國家 他先先後後 比如說 《日本史記傳書》是有的 但是他那個就是 在江湖幕府的中期 一直都寫回頭 所有東西 不是每一個朝代自己去寫的 越南也有《大粵史記傳書》 也是寫回頭 韓國其實也有 有《高麗史》等等 但是中國就最完整 但是香港當然沒有 因為香港從來就不是 它本身是建立了一個政權出來 但是其實香港不是沒有歷史 香港也有很多的歷史 比如說 《大嶼山》曾經發生過戰爭 而且也很嚴重 那些我們遲些 可能會在節目當中 再跟大家介紹 這裏就不多說 因為這裏說了 那裏就沒話說了 哈哈哈哈 啊